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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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我們要來準備佈置我們的嬰兒房 恭喜的房間 兔兔其實是一個非常淺綿的人 任何風吹草動他都會醒過來 那我是秉持著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的想法 然後加上其實主臥也沒有很大的空間 就是想說他就是要自己睡一間 我們留了一間房間給他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把東西又清出來了 感謝狼 對 因為他懷孕 所以我就很努力在那邊扛扛斑斑斑的 然後把它烘出來 對 重新規劃成功期的房間 我們預計會放主要是大型家具 嬰兒床跟尿布胎 目前就先這樣 還沒有放太多東西這樣子 但就是陸續會 把一些點綴的小東西都一起裝上去 對 那我們就先等師傅來安裝囉 因為為什麼可以拿電池啊 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 超多的 我們要看弟弟的房間 放起弟弟的床 以後弟弟就在這裡 好不好 這樣就可以這樣看弟弟了 而且你看 弟弟好多玩具喔 你是不是覺得是你的 你要看弟弟要不要分離 哇 褲子 哇 藏心路 啊小孩玩具怎麼跟狗都那麼像 對啊 你很有興趣的對不對萬歲 全部都是BB的啊 就是這樣 之後我會再把小細節放上去 我覺得看師傅這樣裝我也累了 對我累了 洗開嗎 他當哥哥了你知道嗎 是哥哥啊 以後是不是很常來這裡啊 你是最可愛的哥哥 恭喜也是啊 他不是狗 他不能當最可愛的哥哥嗎 我聽成狗狗 我原本說他是最可愛的哥哥 後來想對啊 恭喜也要當哥哥 狗哥哥 最可愛的狗哥哥 對 最可愛的狗哥哥 對 最可愛的狗哥哥 變得好可愛 就一直好想記錄 你這個房間到底是什麼魔力啊 就會讓你切走變得好可愛的感覺 一定是你剛剛洗完澡很香 這個毛澎澎的這樣 哎呀這樣 噴噴的 噴噴的 這樣噴噴的 啊噴噴的 我會跟大家介紹 我真的很喜歡這兩個 分別是 成長型的音樂床 尿布台三層櫃 這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系列的 我們就是很喜歡買這個一個系列的啊 這個顏色 墨湖藍 我們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歡 我們到現場看簡直愛上了 對吧 直接選定 因為他其實有白色啊 母色的 對 因為我們牆面是白色的 其實我們就是想說要讓 有一點顏色 然後 恭喜自己的衣櫃其實也是奶色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整體這樣搭起來 我是覺得非常 和諧的 很符合我們家的Style 然後說到這個嬰兒床 必須說一個有點自己害羞的事情 那時候 門兔媽媽在植入之後啊 我就是一個很開心的新手媽媽 就覺得 只要孕婦身體允許 我們就想要去看一下嬰兒用品店 嬰兒的衣服啊 用品啊 推車啊 床啊 零零種種全部都是賣嬰兒或小孩的東西 我們就去逛 逛的時候我就看他們的嬰兒床啊 尿布台 喔怎麼那麼好看 然後印象中台灣好像很少這種東西 但其實有 我們快來找到了 在Mamas and Papas就有 然後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尿布台 這邊 我們恭喜小寶寶會躺在這裡 我可能會 站在這裡幫他換 左手可以拿東西嗎 那這邊有個櫃子 就可以擦尿布啊 肺子粉啊 獅子巾啊 他那些換尿布會需要的小東西啊 就全部放在這裡 我就可以 打開丟掉啊 然後等到恭喜寶寶長大之後 他不需要換尿布了 這檯面這邊是可以 抽起來的 他就會變成三層櫃 那這樣三層櫃其實有好處啊 因為我覺得 小孩在長大過程中 他會有他自己的東西 可能玩具啊 書啊 他就會有他想要放的東西啊 再來是這個成長型的嬰兒床 這個嬰兒床呢 現在是最高的高度啦 還不會翻的時候 可以用高的 等到他會翻 或是會開始學戰的時候 就要趕快降下去 這樣他才不會違家 他才不會翻出來嗎 他甚至喔 到他國小小朋友的時候 就可以變成單人床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很棒 對我們來說 可以解決一個煩惱 不用一直換床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很方便 我覺得他之後單人床 可能會很懷念 他這個 關小孩 那個 安全防護欄 等他長大 他可以自己下床 超棒喔 介紹完主視覺了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很重要 就是你要來 DECO一下 他的嬰兒房了 還是有些小東西跟大家介紹 這個呢很方便 這看起來不小欸 欸 對啦 他其實跟狗的店子差不多大 我其實也預期著 小孩的休息跟遊樂店 最後會跟狗獲在一起 好啦也是蠻溫馨的啦 下一個 小馬 其實恭喜阿道會騎這個小馬還很久 可是我就是覺得這個小馬擺了很漂亮 所以我就想擺 任性的馬馬就覺得要把它擺在房間 這個也是很可愛 因為那嬰兒床旁邊不是都會有這些 淋淋濃濃的給小孩看的東西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八條 會放音樂 對 他說每一台的音樂可能不一樣 不知道我們抽到什麼 不知道我們抽到什麼音樂 等一下要放給大家聽 要聽喔 超煩 然後以為這樣結束嗎 沒有 我們狼媽媽真的是 很愛我們家恭喜寶寶 我先看一下你們這一代 好可怕 這個很多東西啊 滿滿的整項的東西啊 OMG 這個就是放在嬰兒床旁邊的圍欄 掛著這樣 好漂亮好可愛的東西 它就可以抓 對因為或是我看到我會很開心 對啦 等一下你這個放在床邊 就感覺會被冠水叼走欸 應該不會吧 我會把它纏緊一點 冠水你會叼走嗎 這個歪頭是不保證 跟大家說這個大猴子 我看到第一眼我就超愛 就長得很可愛啊 跟你兒子可能很像 像個小猴子一樣啊 幫兒子挑玩機都是挑媽媽喜歡的 他還沒出生 我也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對啊 你要是以後有喜歡的你就自己買 然後還有小羊 羊妹妹 我喜歡那個羊的聲音 超愛這個聲音 這聲音很高級欸 然後萬歲也很喜歡 每次我在搖的時候 他的眼神都這樣 弟弟的 看以後公喜要不要分你 我覺得他會分你 還有小兔子 他是兔年 公喜是兔寶寶 所以給他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醜萌醜萌又很可愛的小丫丫 是我們兩個一看到就很喜歡的 超反的 對 還有一個小玩具 也是可以掛在床邊的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被萬歲搶走 這個玩具跟我們之前拿一個萬歲超像的 他有一個塑膠袋的聲音 他很興奮 他已經興奮了 有一個塑膠袋的聲音 床包 一定要準備兩個啊 可以提款用 換喜用的 再來有兩個坦坦 這個坦坦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我等一下拆開給大家看 好期待喔 來佈置 好佈置 我首先要來包床包 但是因為我其實也只是一個 試妝的概念啦 然後這個我就先不把它拆掉了 裝一個給大家感覺一下好不好 是給你自己感覺吧 對啦 給我自己感覺啦 沒有在那邊想要動這間房間 對啊 配合你可以拍攝欸 幫我記錄 我都不知道 打開覺得怎麼樣 摸起來如何 寶寶的新東西有一種寶寶奶味 新東西像寶寶味 你聞 有嗎 沒有嗎 我覺得你現在世界都是寶寶 一直覺得自己聞到寶寶的味道欸 是這樣嗎 是啊 真的沒有嗎 好趕快裝啦 不準欸 感受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來對不對 感覺來呢 嬰兒不需要枕頭 對嬰兒不需要枕頭 所以就先放著 我們來感覺一下好不好 如果生到一個巨型寶寶 一開始就有我這個體重的話 這床應該Hold得住 Hold得住啊 Hold得住啊 那我要進去 你說的寶寶是你啊 我說寶寶就是我啊 這個也是我們很喜歡這個材質 織布的感覺 你看 所有東西放在一起都搭 超搭的喔 超搭 好漂亮喔 我跟你們說這個也是很漂亮的一個 坦坦 這坦坦舒服到我真的覺得大人也可以用 清晨起床 好還給寶寶 還給寶寶 還給寶寶 不要 好可愛喔 很可愛對不對 這顏色很漂亮 這個 刮在旁邊會放音樂的 有四個零件 這應該有防呆吧 好有防呆 插錯面就會插不進去 好卡一聲 有了 轉開插在床裡面 你看它這個形狀 可以貼合這個床邊 所以就這樣把它鎖緊 這一個 那先掛在這個洞上面 這個娃娃掛在 這個音樂盒下面 對你很聰明喔 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 你看 天啊 小猩猩 而且還是複雜的變奏版 好像要放大娃娃 你看這個 好可愛喔 他們腿都張好開喔 你看 好可愛喔 是不是很可愛 我也想加入他們 我就說這個床讓人很想睡吧 剛剛就已經盤算好說自己要睡進去了 這隻邊際牧羊群 受不了小羊的幽默 小瀑布 好可愛喔 這是它的暗撫巾 怎麼在後悔一下 鴨鴨睡 你是最喜歡鴨鴨 對我喜歡鴨鴨 鴨鴨完美掩飾恭喜 很奇妙 來齁 好可愛 有沒有 就是陪著小鴨鴨睡覺 這個書是可以互動的啦 可以打開來 喔發現一個樹欄 打開來 哇獅子藏在樹葉紅葉 樹葉的聲音好逼真喔 還有一個 泡泡 看它自己長什麼樣子 然後跟葉子後面有熊貓 恭喜 你帥了嗎 帥了嗎 看恭喜 這邊看恭喜 可愛啦 聽聽的不要 非常的興奮以及喜悅 彷彿我的小孩已經要出生 從月子中心帶回來了 他的肚子都還沒出來 好嗎 繼續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小馬好不好 將將將將將將將 馬怎麼叫 他如果不中悄悄矣的話 我覺得好像可以先不用 他就是很固定的一隻小馬 喔 測試一下那一種 喔 很不錯耶 你喜歡這個 你不會再鐵木頭了 真可怕 喃喃喃喃 尿布店你看我們 恭喜的房間是走一個 森林風 因為他是一個小風 連今天衣服都穿一個小獅子的顏色來配合 對啊我會配合他的房間耶 這個尿布店就是軟軟的 他可以躺在一個不會那麼不舒服的平台上換個尿布 然後這個呢防水 我真的超怕他會突然尿尿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說我可能練習就是從側邊 看他屁股在哪邊 來小猴子 這樣換尿布 然後擦一擦 然後抹一抹看要幹嘛 新的尿布放進去 只要打開尿布放起來這樣 綁起來 就這樣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開 你看 好可愛喔 欸這個很那個耶 我沒有預料到耶 對啊很像那個小丑彈簧 我覺得我的表情一定很討厭 不准放大用蟲來 哇他有一隻大象耶 這個大象側邊是有鏡子的 萬一你看一下你 這個很簡單啊 他就是有一個快扣扣起來 然後每一隻都給他扣起來 我覺得就好了 那很簡單耶 對啊 欸弟弟 他已經要吃掉那個動物了 這是不允許的寶貝 就是很可愛喔 就把寶寶放在裡面 來猴子 猴子 喔 你是寶寶喔 哇 好可愛喔 有沒有 然後狗就在這邊看 你看弟弟耶 萬一你看弟弟 這是公司的視角 對啊 就是這樣看弟弟啊 不要啦 哇 我們不知完了 開心嗎 非常開心 我覺得很期待 我現在就是期待 只差一個恭喜寶寶放在床上 他就在我每天都想要休息的時候 就一直很忍不住說 你要不要來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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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師傅來把大型家具裝好之後 我就覺得太可愛了 我一定要把它好好點綴 我真的也覺得我們這次選的 嬰兒床很漂亮 媽媽真怕怕死的嬰兒床 那顏色我覺得非常大 這樣 就是大型家具一直以來都是很主要的 因為它 它很大 所以你如果它的調性 把它風格跟色系對了 整個房間的感覺就會出來 剩下就是靠小東西去點綴 幫它打造一個主題的風格 其實我在挑這些小東西的時候 我自己內心就有一個想法 我們家其實很多動物 包含兔跟狼其實也是動物 然後加上是試做的 所以它其實 就像一個小獅子一樣 所以我整個房間給它打造這個 動物風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是我們的默契 就是我們好像莫名其妙 就是很喜歡 小動物的娃娃 或是雕士什麼的 對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那開心了嗎 我很開心 接下來就是恭喜好好長大 出身 然後做完月子 帶回家 它才會用到那個床 那我們就一起戴他吧 妳感覺還好 沒有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啊 幹嘛這樣子 只是沒比妳期待而已 沒有沒有我也很期待 不要再講 好 我們都很期待 恭喜 一定要健康成長 對 好啦 喜歡我們的布置影片的話 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下週拜拜